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今天市发改委正式对外发布了我市的地铁票价 票价将实行里程分段计价票制 起步价为四公里及以内两元钱 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根据市发改委发布的公告 厦门地铁票价实行里程分段计价票制 具体为起步价四公里及以内两元 四到十二公里及以内的 按每四公里加收一元计价 不足四公里按四公里计价 十二到十八公里及以内的 按每六公里加收一元计价 十八到二十八公里及以内的 按每十公里加收一元计价 二十八到四十三公里及以内的 按每十五公里加收一元计价 四十三公里以上的 按每二十公里加收一元计价 根据测算 我是地铁一号线日均客流量 预计为十九点三七万人次 地铁票价定价方案起步价两元 四元乘坐十二公里 可以覆盖乘坐地铁出行百分之七十点七人群 九元乘坐八十三公里 可全覆盖乘坐地铁出行人群 有关地铁票价优惠政策 一通卡刷卡九折 学生卡刷卡五折 本市六十五周岁以上老人持专用一通卡 本省七十周岁以上老人持福建省老人优待症 每日高峰时段按票价五折优惠 其余时段免费 本市的劳模猎属离休人员 重点优腐对象等持专用一通卡刷卡的 给予免费 现役军人含武警解放军离退休干部 伤残人员持相关证件乘车免费 每位成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 身高1.2米以下而同 同时轨道集团可在政府规定票价内 根据市场需求客流等因素 推出月票年票次票电子票等 灵活多样的票价优惠政策 在地铁开通后 我市的公交系统也将与地铁顺畅衔接 除沿内站外 每个地铁站都有三条以上的公交线路接驳 地铁站150米半径范围内 都有公交换乘站点 手末班与地铁运行时刻进行衔接 地铁一号线开通时 初步计划截短公交线路五条 新增两条 取消一条 微调十九条线路走向 新增站点六个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近日市民发现一款名叫 响骑的共享电单车 悄然出现在了集美街头 这也是继共享单车之后 首批进入我市的共享电单车 那么这些共享电单车究竟如何使用 市民对这些新上路的共享电单车 又有什么看法呢 上午在集美竞仙公园门口 记者找到了一辆响骑共享电单车 车身为绿色 乍一看款式与共享单车相差无几 只是在车座下多了一块可充电的锂电池 现在在我身前就是一辆响骑电单车 那么这种共享电动单车 跟共享自行车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现在就来实际体验一下 和共享单车一样 共享电单车在使用前也要经过注册认证 并交纳299元的押金 每小时骑行的费用是3元 扫码后手机上会显示出这辆车的剩余电量 和预估的骑行里程 骑行时 骑车人需要先踩两圈踏板 随后转动右手的握把 电单车就可以自动行驶了 记者实测发现 这款共享电单车的速度不是太快 车辆似乎设置了速度上限 当行驶达到一定速度后 再转动握把 电单车也不会提速 此外 记者在体验中发现 这款共享电单车 只能在指定的停车点还车 从APP上可以看到 在集美城区指定停车点 还是比较密集的 记者了解到 投放共享电单车的企业 是厦门响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说 从10月14号起 他们开始在厦门市运行 目前在同安和集美 总共投放了800辆 大多数都在集美 岛内是不考虑的 因为岛内的话 第一个交通来讲 相对比较完善 第二个 它的共享单车市场 非常的饱和 关于共享电单车 负责人表示 出于安全的考虑 他们设置了 时速20公里的最高限速 同时采用了电子围栏技术 规范车辆的停放 方便后续的维护管理 不过对于共享电单车 市民们在肯定 它快捷省力的同时 关注焦点 还是集中在费用和安全方面 对于一个距离比较长一点的 可能或者是有些人 他体力没那么好的 骑不了 骑不了就是特别远的 那就骑一个程也蛮好的 对路程比较远的会比较方便 但是费用 短期是可以的 你长期的话 肯定就比较不划算 政府是有出台的那种 禁止电动车运行的区域 如果在那块区域 肯定就是还是不能运行的 对于共享电单车 交通部发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 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目前北京和上海 已经明确不发展共享电动车 而我是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 接下去不排除后续 还会有其他共享电单车企业 进入厦门 按照以往的经验的话 应该是可以介入了 因为等到那个问题出来了 你再去弄 毕竟还是治后一步了 问题都造成了 你再去治理 可能会更加麻烦些 记者公家杨人杰报道 厨师可以将百般食材 烹制成酸甜鲜辣的美食 而画家则擅长用红橙黄绿 描绘出多彩的画作 这一俗一雅两个职业 看似有着不小的距离 不过今天的 《追求美好生活》系列报道 我们就要向您介绍的一位 就是祥安澳头村的厨师画家 他既是海鲜排档里的掌勺大厨 也是热爱绘画的渔村画家 一起来认识认识他 来 小翠小翠来 送菜 送菜 我做厨师有三十多年了 原来在夏本13岁就到夏本 做夏本饮食行业公司里面的小吃 后来慢慢改成做海鲜之类的 后头我来了将近有十几年了 后来我就在后头一直搞海鲜 搞海鲜馆里面当厨师 今年52岁的陈清明只读过小学 三十多年来的厨师生活 从来没有离开过厨房 平时会有什么东西能和艺术沾边 那可能就是他自学的一项本领 石雕 红萝卜可以来雕花 可以做一些平面花 这使用是可以来做一个牡丹花之类的 然后我再切一只小鸟给你们看 这是变化无穷的 只要刀工在手上 随时都可以变化 中午差不多两点下班 下班的时候就回宿舍再画画 晚上大概是十点左右 下班的时候就一般都不出去玩再画画 脱下厨师服 陈清明换成了另一个身份 画家 说起自己的转变 陈清明认为这得益于澳头村的改变 如果不是经历了去年的澳头文化艺术季 陈清明现在也许还只顾着埋头做菜 澳头改变的时候有文艺西区 也是那个就是那个白窑啊 这些来做展览啊 当时办的是在我海县海馆的门口 我有空的话 有闲的时间我就跑去看 被这个艺术觉得感染 我就慢慢慢慢觉得说 哇画画还是很不错的 我最早是用那个丙细画 丙细画画那个叫做海鲜之类的 就我这平常是做菜的 对这海鲜很熟悉 一般都是用这个海鲜做主食来画画 他们对我的评价就是 你没学习画画的基础 就是你个人个人的特长 画的跟人家都不一样 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随着艺术在澳头生根发芽 这个昔日的小渔村 也正在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前来 这也给陈清明更多学习的机会与可能 生活依旧 不过在三尺灶台之外 陈清明的日常有了更多的色彩 我的爱好就是当厨师 以后我还继续做厨师做海鲜 画我继续坚持做画下去 本身我是爱好画画跟厨师行业 而且那个区政府也有点强化 打算帮我做一个工作室在这边 让我自己还继续画画下去 记者于伯飞 王汉阳报道 作为海上花园城市 一座座跨海大桥 承载着厦门的现在与未来 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 这一座座跨海大桥 也是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 或壮阔或清秀 而在它们之中最为动人的 应该就是阎武大桥了 今天的发现厦门之美 我们就去探寻这座 世界上距离海平面最近的 跨海大桥的独特魅力 江峰日产SUV家族 带您发现下文之美 沿着海岸线缓缓延伸 舒展开来的阎武大桥 仿佛漂浮在海面上 打开车窗海风吹来 还浪声在耳边回响 穿行间 人们似乎也走进 海听一色之中 从桥上望去 不远处是文明侠尔的 古浪雨正成功雕像 而身后则是 日渐变化成长的城市高楼 这是领海 然后还可以看古浪雨这个全景 然后还可以听听海风 我就觉得这里很特别 因为靠着海 只有下面才有这种感觉 阎武大桥建在古阎武池 阎武场遗址上 因此而得名 大桥总投资5.6亿元 总长2.8公里 于2003年9月正式建成通车 它连接着陆江道与夏大白城 是厦门市两环巴涉交通路网的 骨架之一 阎武大桥是世界上 离海平面最近的一座跨海大桥 桥与岸同高 涨潮后 桥面距离海平面只有5米 不过这样的景观呈现 其实并不是设计者的初衷 而是方案修改后的意外惊喜 从设计考虑要最大信度 让这座桥融入到我们 跟我们这个海岸性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们选择最终的这个桥梁 是降低它的标高 那最终通过这个受力分析的话 我们最终桥梁的选择的高度 是跟近岸基本上是平起 那它高度是离海平面大概是5米 夜幕之下 阎武大桥宛如一条银色的长龙 藤越于海面之上 也恰似一条金银的项链 装扮着美丽的路导 为了进一步改善观海环境 让市民和游客能够与大海更为亲近 2016年7月 阎武大桥观景平台投入使用 这个平台由人形战道 及观景平台组成 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1万人观赏阎武大桥 这个白天跟晚上的效果 各有其中的特点 晚上这个灯光效果 是结合阎武大桥的景观效果 假设我们阎武大桥的现行 结合我们观景平台的现行 产生的这种夜景的效果 站在阎武大桥观景平台上 游客可以环绕360度 一步之间欣赏到大海沙滩 日出日落 温馨路倒的万千风情 平澜而望 再美的描述也不仅你的一次身临其境 如果你来厦门 千万别错过了与阎武大桥的相遇 从各个里面看 它的光线啊 角度啊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用的灯的色彩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到这来旅游 感觉到一个是心情愉悦 另外也有所收获 那么这一次经常会议嘛 这个放了以后 就下面这个城市可能变化很大 这个地方还是蛮震撼的 交通啊 大海啊 和人啊融合在一起 不错的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清晨2017日出女子跑 在古浪宇开跑 迎着第一缕阳光 500名美丽自信的女选手 奔跑在浪漫的情岛之上 以健康与活力的方式 感受着古浪宇的风情 清晨6点半日出女子跑的选手们 已经早早地换好了运动装备 在古浪宇的钢琴码头集合 他们有的忙着做热身运动 有的忙着拍下美景 大家对即将开始的日出跑 充满的期待 没有这么早在古浪宇上 就感受这个时间段的古浪宇 所以就是说想来边跑边走边看看这样子 就感觉跟平时过的周末都很不一样 就蛮有意义的 你看我今天全副武装 今天应该是精神状态最好的一天 为健康 为梦想 为年轻奔跑 在一段青春活力的热身操之后 选手们在音乐声中沿着古浪宇东海岸线出发了 这次日出女子跑全程共计十公里 伴着清新的海风 舒缓的海浪声 选手们将途经百年历史的万国建筑 在古浪宇的历史时光中穿梭 在跑过岛上的三十六个身移要素之后 最终回到钢琴码头的终点 作为古浪宇身移之后的第一场大型健身活动 这是一场跑步比赛 更是一次与古浪宇人文历史 海岛风光的美丽邂逅 今年这个热手地是跑 路线在往年技术上进行优化 增加了一些身移的亮点 之外我们对一些坡度 拐弯 这些都进行改进 全方位展现古浪宇的文化和它的美丽 设计得很好 它整个就是把古浪宇 我们这一圈就是大大小小角落 都有表现出来 就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小岛是特别美丽 很舒服的 那我们跑到尤其有靠近海边的 那个地方就觉得特别美 因为有日出嘛 然后又有海浪的声音 让我们觉得确实特别亲切很舒服 很喜欢厦门 当阳光洒满了整座古浪宇时 选手们陆续奔向了终点 对于他们来说 今天的奔跑是一次 关于古浪宇的独特记忆 记者 玉伯飞 黄超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集装箱拖车拐弯 集装箱翻落 导致一名路人被压身亡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与岛内相比 岛外BRT站点的管理相对较弱 不过厦门北站和田错站 两个站点 却得到了考评人员的一致认可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厦门北站这些年 客流量日益增长 作为最便捷的交通线路 BRT汇集了五湖四海的客人 客流量虽然很大 但公交场站公司沉着应对 以员工人人都是保洁员 充实内部保洁力度 并联手周边物业及环卫部门 对节假日大客流时产生的 垃圾潮及时处理 厂站也积极倡导垃圾分类 为客人进入厦门的第一站 营造整洁舒适的好环境 BRT填错站作为地面站的示范点 其实是克服了不少困难的 站点坐落于吉美北大道 周边往来的重型车辆较多 阳尘对于车站后车环境影响极大 在2015年车站建设初期 厂站公司就主动收集乘客意见 在地砖材质 百叶外形 吊顶亮度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升改善 除了观感好之外 也为日后便于保洁奠定了良好的管理基础 原本并不占优势的填错站 而今却有了BRT最美地面站的美誉 记者刘欧华报道 今天上午8点左右 在海仓南北大道与阳光路的交叉口 一辆集装箱拖车 在转弯时 车上的集装箱发生侧翻 正好压到了路边的一位 骑电动车的男子 经120急救人员现场确认 被压的男子不幸当场身亡 上午记者赶到现场时 南北大道与阳光路交叉口的 钉子路口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集装箱侧翻在路边 旁边停放着一辆尾部破损的 电动自行车 不远处一辆变形的拖头车 被救援车辆拖放在路边 现场的工作人员正操作吊车 准备将翻落下来的集装箱吊起 附近群众说 翻倒的集装箱下还压着一名男子 事发前 这名男子骑着电动车 带着妻子和儿子 在阳光路由东向西行驶 在到达这个路口后 妻子和孩子先下了车 男子则骑着车继续向前 刚通过路口时 一辆集装箱拖头车 从南北大道由南向北行驶 在路口左转进入阳光路 结果运载的集装箱 突然侧翻下来 压到了男子 附近群众告诉记者 当时这名男子发现 集装箱要倒下来时 已经跳下车 准备躲开 但还是被侧翻下来的 集装箱压到了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作业 吊车将集装箱扶正 经现场120急救人员确认 被压的这名男子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目前拖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 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报道 五名年轻人相约上滚蛋骨游玩 没想到天黑准备下山时 迷失了方向 被困在山中 只好报警求助 昨晚十点半 接到110的任务通报后 厦门曙光救援队 立即组织队员上山搜救 经过近八个小时的彻夜搜救 五名迷路的年轻人 最终被安全带出滚蛋骨 昨晚11点左右 25名曙光救援队队员 在国家会计学院门口集结完毕 经过与受困人员的微信沟通 救援队员大致确定了 他们被困的位置 凌晨0点45分左右 第一梯队6名救援队员 携带救援设备和给养物资 进山搜寻被困人员 与此同时 在山下待命的第二梯队救援队员 决定启用无人机 通过在无人机机身上悬挂的手电筒 与受困人员沟通 进一步确认具体的位置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 第一梯队的队员来到了 被困人员100米范围之内 由于受到岩石和树丛的阻隔 救援人员无法与他们会合 凌晨2点多 受困人员向救援队员反映 无人机的亮光出现在 在他们头顶的正上方 根据无人机飞行的坐标 第二梯队救援队员决定 寻找一条新的路线 进入山中展开搜寻 凌晨4点半左右 第二梯队救援队员 找到了五名被困的年轻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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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他的脚 好 你下来 好 往下滑 慢慢往下滑 往下滑 5点30分 五名人员被救援队员安全 护送下山 据了解 这五名年轻人是昨天下午 五点多进入滚蛋谷的 由于不熟悉山中的道路 他们下山时迷失了方向 下山的时候天都黑了 然后后面没办法 就找了一条路下来 但是找着找着变成死路 也没有什么户外经验 只是以前他们有个同伴 有上过这座山 具体路线不是很熟悉 其实像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 进山之前一些基础的准备 还是要做 本台记者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下午是空气质量的 六项污染物质标中 臭氧PM10和PM2.5浓度 达到量级标准 其余达到优级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85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10 另外呢 今天是周末 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本周六个区的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是同安区 其次呢是祥安区 斯明区 吉美区 海舱区和湖里区 湖里区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 主要原因是PM10和二氧化氮 浓度偏高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这给厦门的志愿者们 以极大的鼓舞 那么我们要如何推进 志愿服务制度化呢 请您收看稍后播出的文明论坛 另外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官方微信 特区新闻广场 或者拨打我们的互动电话 530-1585 530-1585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丹 再见